电单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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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电单车 去过澳门的朋友相信对澳门一街电单车的景象陌生 现时澳门大约有12000部二冲程电单车 旧款二冲程电单车和新式的四冲程电单车相比 一样化碳排放量多速2倍之外 碳轻污染物排放量更高达17倍 澳门政府为了改善空气污染问题 推出淘汰重型及轻型已冲程摩托车资助计划 只要申请淘汰的电单车是重型或轻型已冲程电单车 就有机会获得资助澳门币3500元 获资助人士需要将旧有电单车送交澳门摩托车检验中心 而通过计划所获得的资助金 就交由车主自行决定留作自用或换购新车 有兴趣人士只要在6月30日前提交申请文件 等待书免回复申请结果之后 交出旧车便可领取资助了 有钱收之余又可改善空气质素 澳门的朋友快点参加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